音乐时光 我们忠实听众的话就知道 我们上个星期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奏家 梁倩文小姐 那很荣幸的呢 我们这个礼拜还是继续要跟她聊聊 她的人生 我们大家欢迎倩文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倩文 很开心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虽然事隔没有五分钟 干嘛把这个讲出来 没有关系啦 反正我们节目什么都嘛可以讲 是 我们上个星期跟你聊到 嗯 你在维也纳考试 考考奖 那算是考奖吗 文凭 文凭 不是维也纳 在德国 在柏林 柏林 对 在柏林 对 我又搞不清楚 主持人健忘 赶快买银杏给她吃 对于德系的世界都搞不太清楚 我觉得那个聂林下次不会亲 哇怎么会有来宾这么会吐藏是不是 对还纠正我 真是的 好我会收敛一点嘛 我收敛一点嘛 没有啦 我们就是想到你 那时候你 上次跟我们介绍到说 考文 演奏家文凭 对 已经需要 对内对外考试两套曲目 没错 然后当时是抽考 第一关是抽考 然后第二关就是完整的一套 就像一个音乐会一样 对 嗯 对 那后来你念了四个学期 的最高演奏家文 真的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对 那四个学期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看你考试的过程嘛 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就四个学期啊 四个学期 对 比如说一个学期是三个月 或者是四个月 像冬天就比较长 冬天冬季比夏季长 冬天就比如说四个月 夏季就大概三个月 等于说是两年 对不对 对 差不多 就是两年 顺利的话 因为考 如果顺利的话 考试不一定会过嘛 哦 讲到这一个 可能大家不知道 本校的严格就是呢 你考试如果没有过 就拜拜咯 你就不用再考咯 就没有第二次了 所以假设你要考 三关的考试 你前面两关都过 结果你第三关没有过 那抱歉 你前面就当做 人生的滋养吧 就没有文凭了 其实我这样听起来 觉得这个很吊诡 你知道吗 你只有两年的时间 你等于是在考 演奏家文凭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 你会不会拿到 最高的演奏家文凭 因为两年能够增进 多少的技术 其实可以 我觉得你 当你已经到了 一定的成熟度的话 如果你没有去浪费 挥霍你自己的青春 你如果真的有想要 很认真的去 想要从你的弱点下手 来去增 就是去进步 去增长你的记忆 或者是音乐方面的东西 涵养的话 我觉得是有差别的耶 如果我自己这样回头看 我很清楚 我觉得两年前的我 跟现在的我 诶 有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还是 我觉得这两年还是有差别 所以 为什么他名额这么少 我觉得就是 老师也会看说 诶 是否 这个学生还有 有没有空间 还有没有那种潜力 对 他们都会 他们都会讲说 像在硕士那个时候 一般的 就演奏家文凭 就是硕士考的时候 如果你拿到了 这个门票 进入最高演奏家文凭的门票 他们就会说 因为我们有看到 你有所谓的潜力 我们知道 你应该是还有空间的 那我们就是会提供 给你这样的机会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就 你就要另外再想办法 你可能要到别间学校 重新再准备 最高演奏家文凭的考试 这样子 对 所以真的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我记得那个时候 真的好紧张哦 对 那当然是 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 很多 听说很多人 去了是 后来弄到没有学校可以念 也避不了 也因为 非常多 你每一间都念不完 对 然后再去下一间 弄到整个 还是一样念不完 对 后来就回来了 就回来 然后就 我有遇过啊 我有遇过很多这样的人 很多很多 这个还比较多 尤其是这几年 这样子的人 还比念完的多很多 为什么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我不知道 好像是你们那边的 那个门槛变得很 很高 其实它门槛一直都蛮高啊 就是除了这种 比较top的学校之外 其他的学校 我不知道 当然还是有一些 就是 可能名字比较念不出来 大部分 大部分人不会往那里去啦 当然每个人目标 都还是在大都市啊 然后什么首都 或者是 比较叫得出来 名字的学校去 可是 大部分人就 如果考不上 那就慢慢再往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城市 考试 然后发展 我其实看过许多的例子 我觉得蛮难过的 因为 那些学生在这边 程度也算不错 那当然没有很小就出去 那可能念完大学 或者怎么样 才去 然后变成 因为他们有一些学校 有年纪的限制 好像他们也 选择就已经变少了 能够收他们 那个年纪学生的 学校就已经比较少了 然后他又加上每个学校 不一定可以念完 整个挫折感 很严重 就当他换了三个学校以后 他的青春已经没了 对 然后他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自信心 完全削弱 我就有遇过这样的人 很多耶 我跟你说 我曾经有一个 不算熟的朋友啦 但是因为从小就认识 然后因为他很早 就出国了 然后他也是到 就是也是到奥地利去念音乐 然后他曾经是 算是叱咤风云的 在台湾 以前有省赛的时候 他可是拿过省赛第一名的哦 然后所以他就出国 大家也不意外嘛 因为能力很好 然后我记得他出国 大概过了 或许是三五年吧 我到了奥地利之后 有遇过他一次 然后我原本的设想是 那他差不多应该蛮顺利的 这样子 然后结果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当场其实就 就觉得整个人沉重了起来 他就说 我觉得我好像走不下去了 嗯 然后我心里那个 那个惊讶是觉得 你怎么可能 你曾经台湾 台湾第一名耶 然后全台湾 那个时候台湾省赛 其实非常困难的哦 嗯 然后第一名出去 竟然 竟然从你的口中 让我听到 这么样 悲观的一句话 嗯 那他现在呢 他就真的没有走下去了 转行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我又隔了 又大概也是又隔了三五年 嗯 才听到他的消息 因为我 我那个时候想说 哎那他大概也差不多要毕业考了 可能最近 可能已经毕业了 也不一定 嗯 结果后来听到消息是 哎他没有念毕业 然后他回来台湾 嗯 嗯 然后他跑去念了就是其他的科系 他重新进一次大学 对 我跟你讲 他的年纪已经呃将近 已经三十 这个就是我说的对自信心交流 他会整个大转弯 他整个就 对他并不是回来说哦那我再念台湾的硕士 没有 没有 没有他是完全就朝别的方向去发展 对对对 因为他整个被打到 就是信心 他本来是 尤其是本来很好的学生 很有野心的 对 然后觉得自己能力很好的 结果 到了国外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可是 我印象很深 就我听到他讲那句话 当下的那一个 就是空气当 就连我刚刚讲完那句话 都觉得空气有凝结了两秒这样 就是那个感觉 嗯 可是你 你不会 也不太会去问原音乐 因為怕這個話題也太沉重 因為我想你是某部分的幸運 可是你中間的努力 當然我們現在是 等於是看到是你成功的一部分 好的力度 對 好的一部分 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可是我想知道是你當時 到底練多少琴 講到這裡就尷尬了 講真的我從小 我就說我講真的會氣死人 我小時候就是那一種 也不太愛練琴 然後我就拉一拉就是每天 我以前也有彈鋼琴嘛 就鋼琴跟小矮琴都主秀 然後我就各練一個小時 然後練完我就去玩 練完我就去外面什麼 騎腳踏車幹嘛 去閒晃啊 然後去串門子啊 然後連要比賽的前一天 就比賽我要比那個什麼試賽 的前一晚 我都還去 就去外面散步騎腳踏車 被我們導師遇到 然後我們導師就說 阿你明天不是要比賽 你還不去練琴 我說我練完啦 呵呵呵 我就說練太多我會打結 這個是真的 哈哈 這如果不是音樂人齁 就 會很難理解 就說你們不是要練越多越強嗎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 我覺得那個是 這種練琴是有一種 wave的 有一種波形 對 就你練到某一個 比較高峰的時候 對 就剛好 可是你再練就走下來了 然後等到你比賽就剛好碰到那個低點 哈哈 人生的鼓勵 昨天已經把這一段練掉了 就往下這一段練掉 這個就沒有辦法的是 因為這個東西也蠻 蠻感性的啦 就是這種東西你很 比較難去控制它 嗯 然後 呃 後來我就算到了出國 嗯 我也是練大概就是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三個 就三四個這樣 嗯 然後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 要用方法 像我現在回來 我 譬如說我教學方面 我也是都告訴學生說 要用方法 而且怎麼用 你這個地方你不好 你怎麼練 嗯 這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不是說你每天花的時間 從頭練到尾 你從頭拉到尾 那中間有一大堆 亂七八糟的地方 你都忽略 而且反正是錯的一直練 對你錯一直練 然後練完之後就一直 就變成壞習慣 然後你就耳朵 之後也不會打開 再去停一次了 嗯 對 所以我從以前就是我 我很知道 我要用方法練習 所以我就不需要 很長很長的練習的時間 對 因為練太多 真的很傷 除了對 技巧上面 可能打擊 對體力 對身體 或是對你的頭腦 你的專注力要很多 對 什麼肌腱炎 什麼都 對 很多人會受傷 真的是很 真的真的 很多人受傷 受傷了以後就 其實就很難 會一直就傷 會復發 對 你會容易受傷 其實可能大部分的 小朋友 目前大概不太 比較不了解這一塊 嗯 那就是大概提醒一下家長 並不是說 其實有時候還要停止 小朋友一直不停的練 因為有一些小孩真的很愛練 彈鋼琴 好臭 很少遇到 你可以介紹一下 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 沒有我覺得老師 有些老師可能也要負一些責任 比如說當孩子的姿勢不正確的時候 嗯 你有遇到一個好老師會即時的去糾正 或制止他繼續用這樣子錯誤的方法練習 我記得我 吹過一年的長鷹 很正常啊 對啊 就跟拉小孩子 很好啊 你練長弓 練 對 就是什麼都不練 就是改基本 對 因為可能嘴型太用力 嗯 或身體太用力 對 你懂得協調 放鬆 或者什麼 對 可是大家也不要那麼 現在講的好像拉琴 或是吹樂器或幹嘛 一定會受傷 也沒有 嗯 我就知道很多人 就是我有一些 可能不是學音樂的朋友 或者是網路上很可愛的網友 都會跟我說 欸 那你們這樣練完 脖子不會歪掉嗎 哈哈哈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你現在看我脖子 你覺得有很歪嗎 哈哈哈 會練到脊椎側彎 對啊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什麼脊椎側彎 其實就算不是拉琴的人 嗯 就是其實你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就你從平常的 呃 姿勢上面的養成 嗯 但其實我們也沒有 沒有 特別不正常啊 嗯 我們也是用 正常的方法在拉琴啊 除了脖子上有一塊草莓以外 對啦 其他都很正常 哈哈哈 對 所以你 你等於你在那邊 也沒有練多久 其實我沒有練 非常非常多 不過你要想我可能 我一天可能不是有練琴 如果我有其他的課要上啊 嗯 然後我又要排練 或是我有室內樂 或是我有樂團的 樂團的排練 那你也不可能練很多啊 因為我一直在想找出 你 跟 有一些走不下去的 朋友 音樂家們的 差別在哪裡嗎 到底是差在哪裡 到底是什麼原因會 因為你說練多 你也沒有練多啊 嗯 那我相信他們並也 並不是 當然就有一些特別混的 也就算了 也並不是說 練得不夠 我覺得喔 像走音樂的話 有一個很 很現實的東西 就是你的 呃 它當然不是單一條件造成 嗯 你如果說 技巧很好 然後你 你可以練 可是你沒有天分 那 你可能也走不下去 嗯 那譬如說你天分很好 你沒跟到好的老師 對 然後你 你被老師開發 激發了你的 越來越多 藝術方面的 的技能 然後你 但是你如果 沒有辦法撐過練習 這一關 或者是瓶頸這一關 那你也會走不下去 甚至有的人 一考試 就掛 很多人耶 就 我覺得好可憐喔 然後另外一點 也有運氣啦 講真的 就你考試運啦 或者是 你在台上的表現 我有認識一些人 台下 真的拉得很好 一站上台 真的是大崩盤耶 這個就其實 這又是另外一種篩選 因為我們就是演奏的人 你就是要站舞台的人 你可能就要 通過這樣的壓力測試 或者是 對 這我等一下可能想要跟你聊聊 就是關於 舞台魅力 的這件事情 舞台上的能量 好我們待會兒回來 對 是 是 我 的 傻子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